人世间有贫富的差距,而阴间照样也有 只要你是富豪,在阴间就能住别墅 吃豪华大餐,有下人供你拆遣 连蒂府的判官都要让你几分 如果你只是一个穷小子,那么在蒂府会过得相当惨 住的是破烂的茅草屋,穿的衣衫蓝绿,食不果腹 而林天青就是富豪,他收买了判官 此后并没有向蒂府去报道,而是在阴间做起了鬼王 总之我有能力在这里永远过上好日子 天青带着丽兰来到自己的私人大别墅 丽兰被别墅里豪华的装饰所震撼 遮住的比阎王还要好呀 天青给丽兰安排了几个侍女 其中有一个贴身伺候,看着侍女绝美无比的面孔 丽兰惊愕地依哆嗦,养间这边 林妇人在紧急地给儿子烧着婚礼上所需要的东西 此时,丽兰的身体躺在床上 她现在的状况和潘叔之前的一模一样 为了救回丽兰困在地府的魂魄 管家去找了通灵能力最强的阿珠 阿珠和管家说明会很危险 她会在阴间打开一个出口,再把丽兰的魂魄换回来 但一个人办不到,还需要再找一个拥有通灵能力的人 于是,管家找到了王叔 因为王叔最近可以看得到鬼魂 那么他就可以去阴间为丽兰引路 另一边,天庭护卫俊哥为了找到林天青在阴间贿赂判官的证据 他向上级申请去地府调查 天庭的人去地府会限制法力 于是上级就赐给俊哥一把斩妖驱魔的刀 此时在阴间的天青正准备着盛大的宴会 她要在朋友面前宣布丽兰就是她的鬼新娘 丽兰无意中发现了一本没有字幕的红书 却被天青慌张地抢走 其实这就是天青贿赂判官的证据 由于太过思念自己的亲人 丽兰来到阴间的回忆警边 在警医看到了自己最想见的人 原来俊哥已经来到地府 他告知丽兰潘叔已经安然无事 你现在最重要的是担心你自己 如果不抓到零天青 你一辈子就要待在这里 永远都会回去